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,坚持美国优先,采用单边主义,甚至对盟友下手。 伊朗本是美国的亲密盟友,自伊斯兰革命后,伊朗完全站在美国的对立面,成为中东最大的反美国家。 两一战争,美国公然支持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,1988年,美军舰击落伊朗的克基,290人全部遇难。 现如今,美国对伊朗重启一切经济制裁,并将于11月5月前,对伊朗石油封杀。 伊朗称,一旦美国执行封杀令,伊朗将武力封锁霍尔姆兹海峡,这将威胁全球能源危机。 目前,伊朗已经第九次拒绝特朗普的会面愿望,美军似乎也失去了耐心。 三艘航母战斗编队已经集结波斯湾,许多网友认为一场恶战祸不可避免。 然而,局作将照中却一语破地。 另有看法,多年来,美国对伊朗实行经济封锁,军事行动并不多,主要有三点。 首先,伊朗是一个正教合一的国家,全民皆兵,兵力充足。 伊朗更是中东的导弹大国,拥有可以炸平中东的导弹。 美国一动武,以色列就面临被灭国的危险,美国将一视中东的眼睛。 据悉,当年,伊朗允许美国开采去石油,美国为伊朗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,伊朗才成为中东军事强国。 其次,伊朗是世界上最大失业派国家,中东的伊拉克失业派势力,点门的胡塞武装,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等,背后都有伊朗的支持。 沙特是中东,最大的逊尼派,和什叶派存在千年的仇恨,美国利用伊斯兰教内部的矛盾相互制衡,不让任何一国独打,目的就是不让阿拉伯国家统一。 美国深知是不可能战胜整个伊斯兰国家,只能让伊朗和沙特相互制约,坐收于翁之力。 这也是美国的中东战略,大炮一响,黄金万两,第三就是第二次海湾战争的教训伊拉克战争。 这场战争被称为最烧钱的战争,伊朗是中东的硬骨头,命战死不屈服,这也不仅仅是知识实力就能战胜的,一不小心就走了伊拉克战争的老路。 最后一点,伊朗的后台是俄罗斯,美俄并没直接撕破脸,但普京也说过,核无是用来自报的,必然不会坐等美国首次伊朗,以上四点就是局座的四点见解。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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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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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